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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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鸟,我又来了 今天我们做个泥鸟特色的芽菜鸡鱼哈 不出意外的话 七百小分可能在央视看一眼到哈 开盖 准备六条大小均匀的鸡鱼 再清洗哈 这两天再不出鸡鱼的话 这个鱼生完蛋以后就不老肉了哈 空壳空壳鱼哈 先把鸡鱼给了刀 放面腌肉 放点盐巴腌制哈 料酒 腌制十分钟 准备点辅料,姜蒜去喝 泡椒切成菱形片 再多点泡椒毛 颜色更红了 再切点青菜大葱 快去裹着放 再切点豆菜的关键哈 一柄鸭菜 切碎 给点清洗两面哈 加入这个就有个肚腿的香味 担肥时候的猪肉去皮 盖蛋要切成肉汁 去到鱼的肉汁 先把鱼用风传进来 呵呵呵 四分就很了 锅烧宽油 油温稍微高一点下鸡鱼哈 那它瞬间收紧 先不要翻动它 这个鱼肉刚刚翻炖就回了 再来稍微干一点点 再少油 油再下个猪肉 小火煸下个猪油 煸出猪油后盛出备用 再下个姜蒜泡椒 多干净 再放个芽菜 烤香以后锅边淋入料酒 下入猪肉 加入清水 再来点老汁 一点生抽 放两盒冰糖 综合一下味道 烧开后下个鸡尾 不行 把汤汁浇到鱼身上 这个鱼不方便的 让它聚余的味道 再放点香醋 软化一下鱼一次 全程大概少半分钟左右 健汤不见水就可以了 放到芹菜大葱 要得了起锅 健汤不见水啊 全是剩下的油 最后点对葱白吧 再来一份泥饼特色 鸭菜鱼送给大家 就这个泥饼鸭菜鱼 我后几两瓶 问你们 我小红星你们会给吗 谢谢 来啊 我请喽 要得可以干 这是我们的泥饼鸭菜鱼 这种就比特鱼特色 这个吃法就是鱼中有肉 肉中有鱼哈 尝尝这个油 这个鱼肉挺是棉香 有棉香的感觉 这个鸭菜除了做烧饼 挺好的菜放在那里面好吃的 嗯 吃点味香气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干面吃一点 就要放这个鸭菜 还有烧饼 还有肉饼汤 嗯 肉饼汤也放这个 鸭菜 我刚才吃的那种大的鱼 吃起来还香的啊 还香的 刚才有鲤鱼要吃的 你觉得油泡的吃啊 哦 嘿嘿嘿 你觉得油泡的吃啊 没有油的 我说话你以前人家不吃鱼啊 没有油的 没有油的吃鱼的 嗯 我说法 我说法 我干elet 辣人家不吃鱼 你觉得油泡的其他 你觉得油泡的其他 你什么玩意 你觉得油泡的其他 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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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便 谢谢大家